所以我不贊成 我们只是把书法当作视觉艺术在操弄 只是强调它的线条 强调它的书密变化大小 我觉得这个是把书法玩死了 因为我本身是现在念中文的博士 那我的研究的领域就是跟验台有关 第一件作品呢叫做《军魔验试》 这个《军魔》其实是北宋一位诗人蔡香的字 那验试就是它有关于验台的书写 描写它对龙伟燕的欣赏跟喜爱 然后用我最擅长的历书来书写 我学过的历书还算蛮多的 这张作品其实就是我把我这几年来 成果都把它展现出来 等于是融合了各个名家的特色 好 这一件作品的题目叫做 清朝宇悦提流源细台连 它的上连的话是要由右读到左 下连的话是由左读到右 那中间刚好有一个空白用来提拔 这个叫做龙门队 那写完之后呢 我另外用那个普洱茶去喷这个纸面 然后让它呈现出一种比较古朴典雅的味道 这也是念中文系的 我对古有一种特殊的喜好 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呢 能够有一种古朴典雅的味道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后置加工 那再配上这样的一个装表形式 或许能够带给这个观赏的人一种 比较属于古雅的一种氛围 所以我不赞成 我们只是把书法当作视觉艺术在操弄 只是强调它的线条 强调它的书密变化大小 我觉得这个是把书法玩死了 我们应该延续的是古人的传统 然后不应该把这个书法 跟这些历史文化文学把它切割开来 所以我一直以来 我希望我的作品不只是可以看的 也是可以读的 让读者这个读了以后 它能够有另外一种体会 那这种体会又能够跟书法本身的画面 来做一个互相的结合 其实彰化的书法在从我想在省展时代 到全国美展到现在中三线艺术奖 其实都是在得奖者里面占了很大的部分 那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彰化自古 在入港的一些人文的风气 还有在包括政府机关 在培育这个书法人才方面 做了一些努力 包括我们成人现在成绩这么好 那是不是未来有后续的新学上来 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彰化县政府其实在各个国小 其实都有很多的社团 包括政客也都有排进去 包括我自己的小孩 每个礼拜都还有一节书法课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或许一堂课不能带给他们 什么样书法的进步 可是可以拨下这个种子 他们有兴趣的会继续努力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